年关将近前往金融机构提领现钞的民众 特别容易成为不法歹徒基于下手的目标 因此玉璃分局长温基辛表示 不仅是金融单位应该改善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 以维护金融机构安全 民众提纯领现钞也应该要提高警觉 注意才不露白 年关将近前往金融机构提领现钞的民众激增 容易成为不法之徒下手的刑场目标 玉璃分局表示不仅金融单位应该要改善相关安全的防护措施 以维护金融机构安全 民众提领现钞应该要提高警觉 注意才不露白 为加强超商收益员以及补超保全人员的防护观念 也训练远景处置状况以及应变的能力 玉璃分局长表示金融抢案经常成为指标性犯罪 往往影响社会治安层面盛广 促请各金融单位应该要改善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 来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 最后呼吁年关将近钱财不留白 如果遇到刑抢 应该记住要拖延时间报警 记住歹徒的策证以及车号还有陶医的路线 这样与警方合作才可以迅速致富歹徒 预分局也呼吁提醒民众如果运用大量现金 请尽量使用转账方式来处理 或者是由亲友同事陪同提领 以便相互照应 也可以随时向当地的派出所申请 警力呼钞以此安全 记者沟松松预证采访报道